因此,市政府的政策 现在只要有发展的名义 当地区公所都会做通知 以后有请求前来领放一包 利用时跟英国提供的不足做法 有担保不一样 现在是让这位大处来的人 看台起座 就要让大家顺利来领处 这几天各地区公所的当地 每天都回来没有做混争 甚至说下班后又加班 这边说可以满足其民兵会输求 对面上可以看到 桌上有某某的快塞事迹 正在游到公所的替代亚兰 在进行分众的动作 这是在台南几岭区公所来 正在无应准备防疫包2.0的市局 希望透过公所各个当地的付出 可以让民众都顺利来领处到 那这段期间为了快塞 记得一个包装 那区公所同仁也都相当的辛苦 都加班配合 那配合每日卫生局 再送来的快塞剂 那昨天呢 我们接获了4000支的快塞剂 那今天又接获了1800支 那同仁也都利用 空闲时间 空档时间 或是说夜间加班时间 来尽数 来包装 以福呢 让民众能够快速的领取 公所也提醒民众 这个防疫包 会借到微生局所提供的名字 来通知 要收到通知再来领处 以免八糟一刀 雷龙也有到完生的食品 究竟丁丁丁的母猪 改变成了快塞剂 就是将原来防疫包1.0的物资 全部改成确诊者实际所需要的快塞剂 那大人每人领三只小孩 领两只 会由区公所 依据卫生局给我们的确诊名册 那我们会主动打电话通知 来领取 那确诊者可以请未被居隔的亲朋好友 来帮忙你 那当然必须带 来带领者的身份证或健保卡 那当然确诊者的身份证或健保卡 必须带过来 那在这里呼吁民众 如果没有接获电话的 就不要白跑一趟 那有接获电话的就尽数来领取 感谢公所的当人 每一天在办公的当时 要再利用时间来进行群众的动作 甚至是下班后要留下班 毕业没错就是毕业要来援助大家的需求 希望民众也可以多多配合 好整个逢一的工作更加顺利 现在就加民企业区才逢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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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